番外二 洞房花烛夜的时间很宝贵 男人自然一秒钟都不肯浪费 良言最后都快哭了 好说歹说就是没有用 考虑到明天走路的姿势 只好眼睛一闭 做了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陆凌晨突然一僵 然后梦哼一声 最后泄愤似的在他白皙的脖子上啃了一口 良言听到他浮在他耳畔沉重的呼吸声 总算放心了 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梁言醒得很晚 平时习惯早起的陆凌晨 也难得陪他睡得很晚 没有提前起床 梁言在陆凌晨的臂弯中 打着哈切转醒啊 他伸手揉了揉眼睛 看到陆凌晨正一手搂着他 一手看手机 梁言扎扎嘴 也慢悠悠的看向陆凌晨的手机屏幕 原本睡醒后还有些迷迷糊糊 脑子突然间就一个机灵啊 什么东西 计时器 上面记的是昨晚的时间 比他昨晚给他看的时候又长了不少 梁言小脸就爆红啊 从被窝里伸出手就去抢他手机 陆凌晨你至于吗 这男人啊太小心眼了吧 不会就是被粉丝怀疑了只有五分钟吗 至于还用计时器吗 咻咻啊 陆凌晨把手机压在身子底下 压得死死的 抓住梁言的小胳膊 咬着压 怎么不至于 这是事关男人面子的大事情 这方面没有小事 梁言这种没心没肺的 当然不懂了 梁言气哼哼的 突然想到陆凌晨一大早就开始看计时器 心里打了个秃 陆凌晨啊 你不会还想发微博吧 梁言越想越有这个可能 下次从床上坐起来 伸出一根白嫩嫩的手指指向他 惊恐状 你你你 你要是敢发 我就敢跟你离婚 上次直播的五十分钟就已经很羞耻了 他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幸亏什么也没有听到 才能够一口否认呢 这回竟然仔细跑去发微博 他还不如直接休死算了 陆凌晨没说想发 也没说不想发 只是跟着他坐起来 抓住梁言指着他的手 笑着说 那我该怎么办啊 梁言吸了一口气 为了防止陆凌晨真的一时冲动往外发呀 忍辱负重 主动钻进怀里搂着他 老公 他嗲音嗲得自己都听不下去 身上起了一层脊皮疙瘩 梁言第一次叫老公 陆凌晨听着心里 噗的就开出了一朵花 唇角浮上笑意 梁言大啦啦的坐在陆凌晨腿上 下巴搭在他的肩膀上 继续忍辱负重啊 咬着耳朵撒娇说 我知道 老公你啊 肯定不止五分钟就行了 咱们呢 哎呀你看我都痛了 老公啊 你就不要给别人看了 好不好呀 梁言很少撒娇 虽然技术不太熟练 但是陆凌晨十分受用 搂着他的腰啊 就滴滴的笑 好 梁言把脸埋在陆凌晨身上 案子攥拧了小拳头 羞愤状 他这辈子都没这么发嗲过 那几声讨好的老公 叫的他都忍不住鄙视自己 梁言抬头悄悄看了一眼 很受用撒娇的陆凌晨 继续攥拧小拳头 下定决心 总有一天 我梁某人 要让你叫爸爸 梁言婚后的第一部电影 长安妖杀 在春节党上映 影片特效精致 场面恢弘 票房口碑啊 都不俗 但是影片里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却是梁言饰演的 男府花魁玲珑 凭借先军动人大爆之后 当红小花梁言 首次触电大荧幕 本是在一个男人戏里 纯粹就是为了扬眼 而点缀的花瓶角色 却愣是让他刻画的 入目三分 电影里 梁言不光颜值 经受得住大荧幕的考验 怀抱琵琶 在风月场所里 轻轻弹奏的样子 成为电影史上的 一个经典画面 化妆造型 未符合 妖城花魁的设定啊 都颇为荒诞大胆 却仍旧美得一颦一笑 都可以直接截下来 当画报 除此之外 梁言在电影里的演技 也是可圈可点 原本设定的 只是一个花瓶角色 电影里啊 却充满了故事感 虽然影片偏幅限制 没有交代 但是他只要站在那里 朝你一眼望过来 眼睛里仿佛 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 诉说着他的哀怨 他的情爱 他的冰冷 而陆凌晨 完成了自己 在电影学院的进修 终于开始拍摄起了 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陆凌晨的第一部电影 据说是主打亲情的温情片 保密工作啊 做得很严格 只不过从流放出的广电故事 梗盖备案来看呢 很是让人期待 不知道陆凌晨 又会不会给大家 交出一副怎么样的答卷 一边是男艺人 行业天花板的陆凌晨 一边是来势汹汹 势头正猛的小花凉烟 两个人一相加 终于组成了娱乐圈 头号夫妻党 一个初当导演 电影再拍 一个贺岁党中 首部荧幕大片啊 灵气逼人 就当大家等着这夫妻俩 大杀四方的时候 突然有两张路透照 爆出来了 据说是在陆凌晨 新电影片场 梁烟平底鞋 然后搭配一身正流行的 牛油果清新小连衣裙 普通人穿上呢 是见光死的颜色 穿在皮肤白皙的梁烟身上 生涂都像加了滤镜 跟身后几个工作人员一比啊 艺人外形的优越 净显呀 只是这张照片 并不是要给大家 种草梁烟身上的裙子呀 重点是照片里 梁烟往前走 风迎面吹来 裙子贴身啊 小腹虽然算不上太秃吧 但是看起来却很结实 跟他纤细的四肢显的呀 有些格格不入 圈里呢 只要是已婚女艺人 肚子的动静 都会被格外关注 媒体和网友们就像每个身边的七大姑八亚一样 时时刻刻不忘盯着你的肚子 每隔一段时间啊 都要传谁谁谁疑似怀孕 之后被打脸 平息一阵之后又开始传 成为捆绑已婚女星的月经新闻 只不过梁烟跟陆灵城结婚之后啊 传怀孕的月经新闻很少 主要是之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梁烟立正自己没怀孕的心啊 太强烈 出了车祸醒来啊 也不忘发个车祸前漏腰的照片来闭谣 简直是又心酸又感动呢 人家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再动不动就传人家怀孕啊 是有多无聊 于是这一次 当梁烟的这张风吹肚子的照片 爆出来之后 不光是粉丝不相信啊 最爱吃瓜的路人也表示不幸 我说你们这些人啊 每天盯着人家肚子叨叨叨叨的 烦不烦啊 好无聊哦 梁烟现在是上升期啊 怎么可能怀孕 对啊对啊 这肚子明显是刚吃完饭嘛 肚子跟四肢比起来 看这又不协调怎么了 有的人就是长肉长肚子怎么了 平底鞋又怎么样 又不是走红毯出席节目 难道女艺人私底下都不能穿平底鞋了 一穿就怀孕 梁烟这肚子就能叫怀孕 那我怕是已经好几个月了吧 哎呀这条裙子真的太好看了 有没有某宝铜款啊 蹲个链接啊 醒醒吧 这个颜色和款式只有梁烟这个肤色和身材才能够驾育 咱们普通人啊还是算了吧 真是好看啊 硬硬硬 于是 营销号发的疑似梁烟怀孕的路透照 最后大家关注的焦点 竟然落在梁烟身上那件好看的小裙子上 梁烟疑似怀孕的热搜还不如梁烟牛油果色小裙子的热搜糕 营销号 点点点 作为煽动舆论的营销号 这次简直太太没面子了 我靠 家里梁烟看到自己那张路透照 然后又低头看了看 他伸手摸了一摸 心情有些复杂呀 你说他是该高兴呢 还是不高兴呢 别的女明星没怀孕啊 却越越都被传怀孕 只有他明明怀孕了 小妇微兔的照片都被拍到了 大家就愣是不相信啊 愣是坚定的认为他没有怀孕 他跟陆凌成结婚前一直在避孕 结婚后啊 他也知道陆凌成一直想要孩子 自己也不排斥啊 于是就没有做措施 顺其自然了 他在两个月前啊 发现验云棒上的两条杠 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呢 这次啊 他连策三根厌云棒 都是两条杠 跟陆凌成连跑了两家医院 解查结果啊 都是怀孕 这才落下了心啊 确定肚子里有宰了 他本来下个月就要进组拍戏啊 在知道自己怀孕之后就推了 只接了一些轻松的通告和综艺 安心养胎 他除了那部职场创业剧之外呢 还有一部电影的存货 所以不用担心怀孕期间啊 观众面前消失太久 关于已经怀孕这件事 陆凌成跟他一直打算过了三个月 结果呢 有人拍到就顺势告诉大家喜讯了 结果现在有人拍到了 他跟陆凌成还没来得及承认呢 大家就忙不迭的帮他们否认了 所以这个点就有点尴尬了 梁烟又摸了摸自己的小腹 鼓塞啊 都四个多月 快五个月了 因为他瘦啊 不怎么显怀 所以肚子只是微吐 不太看得出来 他这几天啊 隐约都感觉到胎动了 只是还很小 像是有人在肚子里吹了个泡泡一样 不过这不是关键呀 外界怎么对付就交给陆凌成去操心嘛 梁烟起身走到冰箱前 蹲下身啊 在冰箱冷藏柜最底层的最角落 掏出一盒最小根的哈根达斯 他前两天去产检 大夫说他啊 运气血糖稍微有点高 要什么的还不用吃 只是啊 平时饮食要注意一点 不能吃甜食 等下次产检 如果血糖控制下来了就没事 陆凌成听得很认真 一回家啊 就把所有的甜食饮料啊 都给收走了 谅言颇为心酸的 看着手中那一小根的哈根达斯啊 就那么一小根 是他好不容易被这陆凌成偷偷藏起来的 可能是运气激素的原因 他以前爱吃辣 最爱吃火锅 无辣不慌啊 但是怀孕之后啊 突然就改口了 爱吃甜 怀孕了 当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结果 刚刚在家里 囤好了小饼干 蛋糕 冰淇淋 一趟产检呀 回家大夫就不让吃了 怀孕的时候呢 想吃还不让吃的感觉啊 最折磨人 陆凌成更是请了营养师 严格监督他的饮食 其他的倒还能用牧唐唇凑合凑合 只是想吃冰淇淋啊 想的发疯啊 牧唐唇根本凑合不了 梁言看了好多孕妇 分享孕期口味变化 有人呢 想喝汽油 有人呢 想吃牙膏 他呀 就想吃个冰淇淋 已经是里面最正常的了 梁言坐在餐桌前 打开手中 一盒还冒着寒气的冰淇淋 用一根铁勺子 轻轻的在面上刮了一层 然后小心翼翼的 放在嘴里 闭着眼 享受到让他想要 发疯的冰淇淋的味道 梁言自己也觉得罪恶极了 他不能吃冰淇淋啊 可是他真的好想吃冰淇淋 吃完第一小口 看着面前这一小盒冰淇淋啊 突然就把自己罪恶给哭了 梁言又刮了薄薄的一层 放进嘴里 一边流泪 一边吃啊 为什么他怀孕要血糖偏高 为什么他明明血糖偏高 还想吃冰淇淋 为什么明知道这样很不好 可是怎么都忍不住 想要偷吃啊 梁言克制克制克制 想着肚子里的仔啊 想着一盒冰淇淋的含糖量 最后最小盒的哈根达斯也没有吃完 总共啊 只挖了一个果冻盒大小的部分 一个果冻盒大的冰淇淋 当然满足不了孕妇 内心疯狂叫嚣的欲望 梁言最后深深克制住了 为了孩子 含泪把那一小盒冰淇淋盖起来 一边哭 一边重新藏到冰箱角落里 不能让陆凌晨发现 梁言刚藏完冰淇淋起身 就听见外面有人开门 然后听到陆凌晨换鞋的声音 梁言怕被发现啊 赶紧手忙脚乱的擦眼泪 陆凌晨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收工了 哎呀 这么早就回来了 梁言擦了擦了脸 吸吸鼻子 然后换上笑容迎出去 你回来了 陆凌晨 对 今天收工早 咱们晚上去吃火锅 他知道梁言啊 最近不能吃甜 馋得很 所以去吃他以前最爱吃的火锅 好啊 梁言装作欣喜的点头 实际上怀孕之后啊 对火锅没有半年兴趣 陆凌晨突然发现 梁言有点不对劲啊 眼圈红红的 鼻头红红的 睫毛好像还湿漉漉的 怎么像是哭过呢 梁言看陆凌晨盯着他 顿时心虚起来 你干嘛这样看我 陆凌晨走过去 一手揽着腰一手在他小腹上摸了摸 今天动了吗 梁言松了一口气 老老实实回答 早上动了一下 陆凌晨又揉了揉他的头 然后看着他不知道吃了什么 红艳艳的小嘴 微一皱眉 吻了下去 清清是婚后每天都会做的事 梁言圈着他的脖子 闭上眼回应 陆凌晨终于吻完了 放开梁言 扎摸了一下味道 问你是不是吃冰淇淋了 梁言瞪着眼 没想到一个吻就被他尝出味道了 给车穿了 明知道不能吃 却憋不住偷吃两口啊 他心里的罪恶感 自责感已经很重了 现在还被陆凌晨给发现了 梁言顿时觉得呀 人生灰暗无比 陆凌晨还一句话都没说呢 梁言就仰头哭了起来 他本来以前没那么爱哭的 但是怀孕之后啊 激素影响脾气也变了 稍微一件事 就能发个脾气哭一场 我能怎么办呀 我也知道不能是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吗 我只吃了一小口 真的就一小口 我为什么要血狼狗 为什么呀 怀孕真的好痛苦呀 真的好痛苦 梁言哭得是上气不接下气啊 陆凌晨吓得赶紧就把人 拉到沙发上哄着呀 没事没事一口而已 没事的没事的 梁言泪眼朦胧的问 真的吗 我真的只吃了一小口 真的就一小口 他一边说 一边用手笔划着 自己吃的那一小口 梁言轻轻拍着他的背 看到梁言笔划的那一小口 吃都已经吃了 也不能让他再吐出来呀 叹了一口气 真的没事 梁言看陆凌晨回答的 有气无力 小嘴一撇 你骗我 你就是在怪我 就是在怪我 陆凌晨就差举双手投降了 没骗你 我不怪你 真的不怪你 你要我说什么 你才相信我呢 不哭了好不好 梁言还是撇着嘴 没回话 趴在陆凌晨肩上 好半天 才说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请求 陆凌晨 你都要当爸爸了 你也叫我一声爸爸好不好 陆凌晨 点点点